大家好,我是普华永道风险级控制服务部的高级经理SOE 我们这个部门顾名思义是协助企业进行风险管理 我们通过使用普华永道的风险框架体系 去帮助企业识别及应对其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我们的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四大板块 即财务审计支持、信息技术咨询、内部审计服务以及合规性服务 随着信息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 传统的审计方法已经无法满足财务审计的需求 我们将与财务审计团队充分沟通 对支持客户财务报表编制的相关系统 进行系统控制的检查 以确保该系统是可依赖的 由此产生的信息是准确、可靠和完整的 此外我们还会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 进行大量财务数据的分析 来确保相关运算逻辑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也是一项我们重要的工作内容 我们在企业的要求下会扮演类似黑客的角色 来扫描企业系统和网络的漏洞 以协助企业发现其不弱点 那随着ERP系统的广泛实施 我们也能为企业提供ERP系统的审阅服务 以及项目管理工作 此外我们深入了解公司的IT战略和规划 以专业的视角帮助企业优化IT战略 和提升IT管控水平 大家好,我是阿鲁 Rest Consurance部门的经理 我们RA部门第三块服务内容为内部审计服务 主要是协助企业完善管理制度 提升企业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水平 我们会通过分析梳理客户现有的业务流程 比如销售、采购、人力资源和现金管理等 利用我们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最佳实践 针对客户不同的企业类型 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内部审计服务 我们还能协助企业建立风险管理体系 评估、衡量及提高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 我们部门最后一块服务内容为合规性服务 顾名思义 我们将根据各国监管机构的相关法律和制度 协助企业以满足合规相关的要求 近几年 我们已经为众多上市公司提供了与合规要求相关的内部建设与评估服务 比如美国三巴斯法案、中国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香港联交所PN21等相关的内控服务 以上就是我们Risk Assurance部门的四项服务内容 我相信我们部门的专业能力 必能够为我们客户提供更深入、更广泛的服务 大家好,我是Winnie 作为一名第一年的associate 感触很深的一点 就是我不用担心自己没有财快或者IT背景 因为RA部门的方方面面都会关注到我们的发展与成长 部门的经历和高级经历 会根据我们的项目内容以及发展的不同阶段 提供一些有针对性的、循序渐进的培训课程 比如信息技术、内部控制、以及财务等相关指使 更重要的是,到了具体的项目工作上 Senior会给我们提供现场的指导和帮助 让我们清楚工作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样使得我这个非科班背景的人 也能轻松应对RA部门的各种挑战 大家好 我是Sean 上海RA部门的Senior Associate 作为RA的Senior 我们在关注客户财务数据的同时 更注重业务流程和信息系统相关控制 因此我们与业务部门高级管理人员有更多的接触 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客户的业务模式和运营状况 包括销售、采购、人力资源、IT等各个业务流程 从而发现客户在实际业务中所存在的问题 识别相关业务信息系统的风险 我们帮助他们改进这些问题 以达到提高运营效率和风险控制的目的 入职三年来 通过接触各种行业的客户和团队间的知识分享 我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不仅包括各种业务流程的风险点 还有各个行业领先的信息化管理方法 这是RA的价值所在 不仅让我的工作多了一份挑战 也多了一份乐趣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